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幻靈之氣 幻靈之氣是由Spring Game代理的 神靈放置類型手機遊戲 結合人族、妖族、鬼族、魔族、神族共生的異世界背景 為玩家提供神靈召喚、締結契約的奇幻幻想之旅 戰鬥強是放置類型玩法 玩家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場 而遊戲的玩法有一點點像是神魔三國治 就是放置類型 上次的角色都會自動戰鬥 也都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玩家只要好好的培養人物 提升等級、裝備 在突破等級之後也能學習到新的技能 當然後期還有很多的副本玩法 像是通天塔或是先帝寶庫等等 另外遊戲也提供了寡擊系統 讓你可以輕鬆獲取遊戲資源 而遊戲中共有數百位 各具神通的神靈與玩家們一同探險 在後期在通過第二章節之後 也可以擁有免費的30連抽 更可以收到史詩級的人物 算是遊戲中不小的福利 而遊戲應該會在2月25號正式上市 觀眾可以看完遊戲介紹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下載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幻靈之境 那它是由Spring Games所代理的 算是放肢類型的遊戲 我們先來試試看吧 那人物的話它其實會有一些什麼 人族、妖族、鬼族、魔族、神族這種 這種...欸怎麼贏了 一瞬間就贏了 放肢類型也太放肢了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 欸它現在在幹嘛 先把人族移到前面去 會有什麼效果嗎 我怎麼..然後HIVLE有一種 呃魔官與神造影的FU 好啦,其實就是 放肢類型遊戲 怎麼還在打 剛剛這叫什麼斷斃山攻擊 喔,斷山斬攻擊 好修仙的feel啊 那其實他就是一直放這類的回合制嘛 就這樣子嗎 猩猩酷格展也要出摸 可不要抽過豐厚的獎勵啊 好 點點看豐厚的獎勵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最主要的就是 掛機 然後外加抽人物 我都還沒仔細看過我們的人物 就已經 現在幾集了 三集而已 他能使用技能嗎 好像不行耶 還在打 我們會不會就這樣打到 唉唷這個人技能不錯喔 範圍技能 通過1-10就可以得到10張高級券 我們現在是1-5 那應該有加速吧 就感覺嘟嘟嘟嘟 趕快加速 唉唷 終於終於 經過了1-5的玩法 我們到了英雄 好我們現在到英雄應該是可以升級啊 什麼進階之類 這個人叫做羊蟾 這個人叫做羊蟾 什麼聖女 我沒有看懂 然後 一件裝備 然後 繼續強攻 繼續強啊 我們看能不能快速 我們看能不能快速 2-8或VIP 你要有VIP才行啊 好吧 那我就繼續玩 唉唷 唉唷我這個人已經 輕輕鬆鬆被幹掉了 是不是太弱了 差一點全軍 我們要來一個輔助職業 我們多了一個輔助職業 他叫什麼名字 唉唷我沒安排 我沒安排上陣 是不是沒有安排到 唉唷有啦有啦有啦 這種職業感覺輔助就蠻重要的 好了一隻九了太棒了 我接下來我們就到了一隻十 過完我們就可以先來 呃十連抽 而且我們剛剛有一個人蠻強的 他有 那個範圍技耶 然後這個人族到底是誰很弱 我們有更強力的英雄了 把那個人族換掉 把那個人族感覺很弱 把那個人族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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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五個人族 會不會有什麼特殊的獎勵啊 把那個人族會不會有什麼特殊的獎勵啊 而且我那個人 人族一直被攻 完了要數了 數悄悄啦 拿到了招募十連抽了 好我們去十連抽 我們要 要流血才可以蓋一個紅印 低血認清 快速翻卡 三張 好的牌嗎 鐵扇公主 鐵扇公主 只有鐵扇公主是等級比較高就對了 其他都比較弱 他已經配好了 我 我氣啊 用資源砸他 夠了吧 還可以裝備 好 我們終於過完第一章節 但第一章節的故事劇情 到底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欸遊戲沒有內容 我很難剪接 在這裡點一個英雄 按全新英雄上陣 好 我們現在在二之一了 等一下在這之前我們好像已經 我們先用一下快速的修煉 這應該是掛機服務啦 掛機服務啦 接下來掛機就要錢錢了 然後我們到主城看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先領一些東西了 第一天 第一天得到什麼 喔服裝 超值禮包 希望有臨淵禮包 每日禮包 臨淵禮包 太棒了 臨淵禮包 每天每個都有嘛 太好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就是 繼續走故事劇情了 我們先看巡仙台 我們剛剛巡仙台 我們再召喚一次 我是希望可以召到好一點人物啦 不要讓每次都召到一些很爛的 然後這個咧 普通召喚 我們等一下去檢查一下我們的人物吧 這樣給我看不到這個人物是誰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鐵扇公主 羊蟬 黑崩大王 史詩級的 黃天化 剛剛就是這個一直被揍的很弱 穿戴一下好不好 我們史詩級的都給他穿戴一下 我們感覺像很多耶 史詩級也OK啊 不可以錯再錯 女子又如何 照樣 一錘子結束不了 黃泉路 一錘子結束不了 再為一錘 黃泉路 好 看完英雄了 其實我們有蠻多圖鑑 我看一下有什麼人啊 咒王 好啦這些就還好 好吧我們直接去看看 我覺得到後面應該會有一些什麼 喔 強低 喔人超多的耶 會不會有一些功能啊 那功能就像說一些道具啊技能之類的 鐵山公主是沒換上來 鐵山公主是沒換上來 鐵山公主是沒換上來